为什么会有这些疑虑呢 因为大家可能对一些 做这个决定人他持续信任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主题事者很有信任 大家知道他做事情一定就是秉公处理 那这么好大家就做就没有意见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问题所在 国民党新任发言人白乔英 刘采薇年底要选议员 不过最近被秦桧朱批评 两人这时候担任发言人 违反党务中立会压迫到其他新人 也让外界觉得是不是国民党内部又起纷争 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去讲说 到底应该怎么做就好 因为为什么就说 因为任何东西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 每个人看他的利益都不一样 站在党中要讲 我当然要找很优秀的当我的发言人 因为这对党的整体的形象有提升 对党的政策宣导是有帮助的 所以一定在里面非常优秀的出来 可是对一些同选区的人来讲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不公平 你到底是因为他很优秀 难道我不优秀吗 还有没有其他人更优秀吗 那如果他今天取得更高的版面 那我在相对比较的时候 我会不会就取一种弱势 那到底是他的能力很强呢 还是他是主席的人马 或者主席想培养他 那我不是主席的人马 这就产生了一些借地 就产生了一些局语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党内真的要做好沟通的工作 做好工作工作 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 有些地方要考虑到和谐 有的地方要考虑到使命必打 那这些东西 其实人在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些疑虑呢 因为大家可能对一些 做这个决定的人他持续信任 对 比如说基本上如果大家对于 这个主席事者很有信任 大家知道他做事情 一定就是秉公处理 他在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也不必愁 对吧 那这么好大家就做就没有意见 所以基本上会产生这种 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东西在这件事情 本身其实不是很重要 不是绝对一个关键 而是这个事情的背后 大家之间 彼此之间对大家已经失去了信任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所在 就是说 第一个党的理念跟灵魂 越来越苍白了 那组织越涣散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也是动辄得救 为什么它像一个松散的组织了 那每个人都怀疑对方 那即使我认为是你怀疑我干什么 那可是对方就要怀疑你啊 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一个党 或者这个组织的互信的基础 已经产生了变化 那这个变化是一个党的很危机所在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只能从几个角度去解释 第一个 党中央的领导阶层 让人家可以感觉起来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你也知道 如果你信任一个人 他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相信 他是真的是为公的 不是为师的 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讲 一个组织 尤其是领导人 能不能做到大功无师 大功无师 这不是看一件事情 是你看很多事情 如果你真正做到大功无师 这个事情的很多的争议 就会弥平的 第二个事情 制度 制度能够设计的好 制度能够妥善的规划 这个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如果一个在心灵城上的 大功无师做不到 制度上面又很紊乱的话 那么这个组织 就是我刚刚讲 会比较涣散 大家彼此间就互相拆击 所以这是我觉得 从这些角度去思考 可能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改进 其实还会有更大的帮助